我們很幸福很主宰 第三阿嬤曾受主帶到當地鬧性麻痺的孫 這就南島政府所提供的文心百姓 在這麼多往台中上口 不用鑽車來回駕上200公里 罵孫兩人的心情都是相當慶喪又發起 對嘛 如果像在車頂也比較專心 給照顧 第三阿嬤派孫上口的故事感動了轉過面穿 當時對他們去兩個管制政府 都在前提供協助 他們去為第一關 社會好在主管不足的問題 也引起了社會帶重的一個討論 對處管護社會處表示 做對的情地照顧所有需要協助的南島冠民 就是說阿嬤這個事件我們要妥善處理之外 其他的鄉親的部分 我們仍然要去照顧到他們的權益 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們 如果真的會排擠到其他民眾 他們來借用這個文心巴士的話 我們會盡量想辦法來尋求民間的資源 因此在這裡我們要呼籲我們 所有的善心人士 希望未來如果說您要捐款的話 能夠盡量捐給我們這個文心巴士 讓我們未來在文心巴士的存在 在服務上面能夠做得盡善盡美 做得更好 對著大家的善心人士以及公司企業團體 可以多多關閃文心巴士以外 社會處理人員會特別認清 之前有新聞報道 表示管理官方社會處的文心巴士以外 這可以透過幫助 這不是屬性 請有需要的民眾 也能透過電話 靠到管理社會處來登記以外 那外界可能有一個誤解 以為說要申請文心巴士 必須要上網來預約 其實不用 你會電腦的你就可以用上網 如果不會電腦的話 你隨時打電話到我們社會處來登記 我們都有專人來提供協助 那時間是前三天 因為就是時間如果提早的話 我們可以提早預約 可以提早為您安排 那為您乘坐 服務的這個機會就會更大 第三媽排順的告訴 感動了很多人 這次做生為責 又剛才南部官政府 文心巴士登記不做的問題 對著管理上官單位 需要努力來改成以外 社會後日主管不做的狀況 也需要社會代獎最會來關心 繼續見文宣 蔡宏博都